我们今天要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是有一些难解答的经文 但是求上帝赐我们智慧 我们好好地来去了解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他要说的是什么 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第一节 我们读到第七节 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 预备一二念 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是 我说男不敬女倒好 但要免淫乱的是 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丈夫当用何仪式分带妻子 妻子带丈夫也要如此 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妻子 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妻子 夫妻不可彼此亏附 除非两项情愿 暂时分房 为要专心祷告方可 以后任要同房 免得撒旦撑着你们情不自禁 引诱你们 我说这话 缘是准你们的 不是命你们的 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 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那样 这个第八节开始到四十节 请你就是注意 我一直念 你就特别注意 圣经说什么 第八到第四十节 我对着没有嫁娶的何寡妇说 若他们常向我就好 倘若自己静止不住 就可以嫁娶 与其浴火攻心 倒不如嫁娶为妙 至于那已经嫁娶的 我吩咐他们 其实不是我吩咐 乃是主吩咐 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 或是认同丈夫和好 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我对其余的人说 不是主说 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 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 他就不要离弃妻子 妻子有不信的丈夫 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 他就不要离弃丈夫 因为不信的丈夫 就应的妻子成了圣洁 并且不信的妻子 就应的丈夫成了圣洁 丈夫原文做弟兄 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 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 十五节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 就由他离去吧 无论是弟兄是姐妹 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拒疏 神造我们原事 要我们和睦 你这座妻子的 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 你这座丈夫的 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只要造主所分给个人的 和神所造个人而行 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 有人已受割礼蒙招 就不要废割礼 有人未受割礼蒙招 就不要受割礼 受割礼算不得什么 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 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 个人蒙招的时候是什么身份 任要守住这身份 你是做奴隶蒙招的吗 不要因此忧虑 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 因为做奴仆蒙招于主的 就是主所释放的人 做自由之人蒙招的 就是基督的奴仆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不要做人的奴仆 弟兄们 你们个人蒙招的时候 是什么身份 任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 论到同身的人 我没有主的命令 但我继蒙主连续 能做忠心的人 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 因先进的奸难 据我看来 人不如手术长 手术安长才好 你有妻子缠着的 就不要求脱离 你没有妻子缠着的 就不要求妻子 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 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 然而这种人肉身必受苦难 我却愿意你们免着苦难 弟兄们 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 从此以后 那有妻子的 要像没有妻子的 哀酷的 要像不哀酷的 快乐的 要像不快乐的 自买的 要像无有所得 用事物的 要像不用事物 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 我愿你们无所刮虑 没有取妻的 是为主的事刮虑 想怎么样叫主喜悦 取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刮虑 想怎么样叫妻子喜悦 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 没有出嫁的 是为主的事挂虑 要身体灵魂都圣洁 已经出嫁的 是为世上的事挂虑 想怎么样叫丈夫喜悦 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 不是要牢笼你们 乃是要叫你们行合意的事 得以殷勤服侍主 没有分心的事 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 这个女儿在新一本就把它翻成是女朋友 或者是订了婚的 还没有正式进入婚礼的 但是却是订婚的 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朋友不合宜 女朋友也过了年岁 事又当行 他就可以随意办理 不酸有罪 叫恶人成亲就是了 倘若人心里坚定 没有不得已的事 并且由得他自己做主 心里又决定了 留下这个女儿不出嫁 如此行也好 这样看来 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 不叫她出嫁更是好 丈夫活着的时候 妻子是被约束的 丈夫若死了 妻子就可以自由 随意再嫁 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 最后一节 然而按我的意见 若长首节更有福气 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 我不知道你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有什么的看法 那你分析整段的圣经 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四十节 首先第一节到第七节 保罗主要是谈到已经结婚的 已经结婚的就是保持婚姻的关系 并且双方都享有完全婚姻的权利 包括刑房 就是性关系 这是七章的第一到第七节 已经结婚的 继续保持这样的婚姻关系 双方享有完全的婚姻的权利 包括性 包括这个刑房 这个是一节到第七节 下来 第八到第九节 这里提到未婚的和寡妇 保罗的看法是 保持单身是好的 这个是第八到第九节 然后再下来 第十到第十一节 他在谈已经结婚的 双方是基督徒已经结婚的 十到十一节 保留婚姻 这是十到十一节 再下来 十二到十六节 已经结婚的 但是呢 这个已经结婚的 某一方 他是非基督徒的配偶 也就是 丈夫可能是非基督徒 或者是妻子 可能是非基督徒 这个呢 是已经结婚 但是某一方的配偶 他们是非基督徒 保罗这里的建议是 保留婚姻的关系 除非他要离开 那是十二到十六节 再下来 二十五到三十八节 这里特别谈到 virgins 处女 保罗的看法是什么呢 保持单身是好的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下来三十九到四十节 这里谈到 已经结婚的妇女 这个已经结婚的妇女 后来他的丈夫死了 他就成为寡妇 保罗的看法是什么呢 如果他在结婚的这个阶段 婚姻的这个阶段 他是肯定受婚姻的约束 但是当他成为寡妇的时候 保持做寡妇是好的 所以你听完了 这样的一个分析 七章的一节到四十节 你有怎么样的一种的概念 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保罗到底他是不是不鼓励结婚呢 保罗在这里是不是比较倾向守独生呢 这个是我们看完整段的这个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的 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在这个第七和第八节 保罗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 第七节 第八节 他对那些还没有嫁娶和寡妇的说 如果他们常像我就好 什么意思呢 保罗当时是独处的 没有结婚 当然后面我们谈到保罗 曾不曾经结过婚 我们后面来去考虑一下 这是第七和第八节 然后你在看这个二十八节的时候 这个二十八节保罗是这么说呢 保罗说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 意思是说如果最好 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这个阶段 最好不要结婚 到底这个苦难是什么苦难 我们要解释到那边的时候 我们才提 然后再下来我们看这个三十二节的时候 他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 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 想怎么样教主喜悦 意思是说如果有家庭的 结了婚的 他是要为了他的配偶来挂虑 所以因为你需要如果无所挂虑 为了单单为主的事挂虑 意思是说最好不要结婚 再下来 你在看下去的时候 看这个三十八节 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的 不叫他出嫁更是好 第四十节 他对那些之前结婚 后来丈夫去世 他成为寡妇 他的建议是 然而按我的意见 若长首节更有福气 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 所以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到底保罗他鼓不鼓励我们结婚呢 甚至我们在这个第七章的第一节 这里谈到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 我说男不敬女道好 这里提到我说男不敬女道好 新一本的翻译是 我认为男人不敬敬女人道好 当然这个一定是指 这个婚姻关系里面的 这个刑防的事 保罗讲这样的话 我们能接受吗 但是自从1965年学者 他们一致认为 这句话不是保罗讲的 这句话是当时 哥林多教会里面 他们的一句引用语 就好像我们看这个前面的经文 第六章十二到二十节里面 就那里提到 凡事我都可行 这个凡事我都可行 这些都是属于当时 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口号 他们其中的引用语 同样的来到七章的第一节这里 他提到说 男不敬女道好 那个我说 如果你看中文的和和本 它下面是续线的 下面的续线说明什么呢 就是在原来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我刚才提到 自从1965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绝大部分主流学者的 这样的一个看法 都是一致认定 这句话不是保罗说的 这句话是哥林多教会 他们所提的 我们不接受这句话 是保罗讲的 原因有好多个 我请你好好注意听 因为如果这真是保罗讲的话 首先他是肯定 第一件 如果这个真的是保罗讲的 他首先他就违背了什么呢 第一他违背了上帝创造的预令 creation ordinance 什么叫做创造的预令呢 或者叫创造的指令呢 如果我们引用 这个美国改革中神学院的校长 这个Liken Duncan 他给这个创造的预令 创造的指令 creation ordinance 给了一个定义 他说这个创造的指令 是上帝在我们最原初的 还没有堕落的状态之下 给我们的命令 或者原则 他们的目的是要宣扬神的荣耀 并且实际地表达 我们乃是按着神的形象 被造的意义 我重复一遍 Liken Duncan 他按照圣经这样的一个记载 谈到有关于creation ordinance 创造的指令 他是这样说 什么叫做创造的指令呢 创造的指令 或者创造的预令 是上帝 在我们最原初的 还没有堕落的状态之下 给我们的命令 他们的目的是要宣扬 是要宣扬神的荣耀 并且实际地表达 我们乃是按照神的形象 被造的意义 从这样的一个定义里面 你可以处理出最基本的有三点 第一 也就是creation ordinance 这个创造的预令 是上帝原处创造 在堕落以前 上帝所定下的命令和原则 这是第一 所以是在堕落以前就定下的 在创造之时 堕落以前就定下的命令 第二 这个创造的指令 或者创造的预令 它是表达什么呢 表达我们人 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 你透过这些上帝 所定下的原则 表达我们是上帝所造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创造的预令里面 基本上有三件事情 是表达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工作 第二个是敬拜 第三个是结婚 只有是上帝形象的人 才跟工作拉上关系 我们已经多次谈过 在婚约之前的时候 我们已经谈过了 我们不可以说一头驴 一头牛 他在这个 这个耕田的时候 他在工作 当然我们一般上 已经习惯这样子讲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从一开始 上帝所定的 创造的预令里面 只有是上帝的形象的人本身 才谈到工作的本身 因为工作到最后要做什么 工作它不只是劳动 工作它是要去治理这个世界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给人工作的可能在伊甸园里面 这个工作是要他好好地治理 所以工作是第一样 第二呢 敬拜 只有人能敬拜 只有人的生命的里面 有宗教的种子 那个是家文所说的 The seed of religion 大家已经听了好多遍 只有人有敬拜的可能 动物完全不可能 敬拜 第三 结婚 我们不可以说 那条母狗 跟那条公狗结婚 我们一般的讲法是这样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从这里定下的 创造的预令坛 结婚的时候 结婚是跟神的形象扯上关系 不是神形象的 你不能说祂是结婚 明不明白 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婚姻的神圣性 结婚透过这个合法的管道 来繁衍前程的后代 马拉提书第二章里面说的 为什么呢 前程的后代继续来治理这个世界 从伊甸园慢慢开阔到整个世界 整个地球 因此你从这个创造的 预令或者指令 这个第二 它就透过这个创造预令来表达 我们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 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形象呢 因为我们能工作 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形象呢 因为我们能敬拜上帝 怎么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形象呢 因为我们能结婚 这样呢 我们人那种的这个价值 就跟所有的动物 完全地分出来 这样的一个分别 完全是一个本质上的差异 它不是一个量的差异 就好像我们跟上帝之间 是一个本质的差异 不是一个量的差异 所以你看到是多么的这个神圣 然后你从这样的一个定义的里面 你看到第三 这个创造的预令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宣扬神的荣耀 工作不是纯粹为赚钱 你们刚刚上了徐牧师的 这个基督徒的工作和敬钱观 如果你回到原处 上帝的creation ordinance 你就明白过来 工作的神圣性 这个工作的神圣性 就是我们在工作的这个职场里面 我们怎么样反映上帝的圣洁 我们怎么样反映在处理事情上 上帝的公义 上帝的信实可靠 上帝对人的慈爱怜悯 反映上帝的智慧 这个是在你职场上的挑战 如果你坚守真理的原则 在你的职场上 你不妥协于钱 不妥协于利害关系 常常想怎么在你的职场上 反映上帝的属性 来荣耀上帝的话 我相信上帝不可能不赐福你 请你不要以为你赚了很多钱 那就上帝的赐福 整天感谢上帝不一定 因为你所赚的钱 不一定跟上帝的荣耀扯上关系 所以这笔账我告诉你 将来我们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要交账 基督徒今生怎么样工作 态度怎么样 动机怎么样 你工作的目的怎么样 全部这些在上帝面前 将来要算账 跟我们这个罪没有关系 意思是说 这个罪在基督耶稣里面 已经猛赦免 但是追讨我们做基督徒 在工作这样的一个职份上 我们的责任是怎么样 追讨责任 在那边算账 所以你谈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可以明白过来 如果我们说 这个我说男不敬女道好 是保罗所说的 他基本上就违背了上帝创造的御令 因为在创造的御令里面 包括结婚 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 很清楚的定下的 这样的一个原则 所以我们谈到这个工作也好 这个敬拜也好 结婚也好 是人对上帝 回应上帝的 这个三个很重要的伦理的责任 从一开始就是 所以谁破坏 你看到工作的神圣性 这个敬拜的神圣性 这个婚姻的神圣性 他一定是蒙上帝的咒诅 因为从原处就定下来 我们不相信保罗 违背上帝创造的御令 然后讲这句话 男不敬女道好 当然我们之前已经说了 这个是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所说的 第二 如果这句话是保罗所说的 他也是违背了 圣经基于婚姻神圣性的定位 我们在婚约之前3.0已经说了 婚姻的神圣性 第一是神所设立的 婚姻的神圣性 因为婚姻是反映了神的形象 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结合 来反映三位体上帝 因为三位体上帝 他们三个位格是彼此的渗透 是这个perichoresis 他们圣父圣子圣灵 是完全三个位格结合在一起 所以三位体 透过二人成为一体来去表显三位体 这样的一种的形象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上帝是用婚姻的关系来去反映 那是很神圣的 第三 这个婚姻之所以神圣乃是因为它预表 并且是指向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与基督联合 这样的关系 在以福所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 特别在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里面提到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三十二节说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而且这种关系 这种姊妹你注意它不是暂时的关系 它是永恒的关系 从这样的一个指向 就是用婚姻来指向一种基督跟教会永恒的关系 就是透过婚姻 婚姻的神圣性 然后再下来 你可以看见刚才所说的第四 婚姻的神圣性在于 婚姻是扩展神的国的管道 这个我们在过去也是曾经谈过了 在伊甸园里面 亚当他的这个智责不是一个农夫而已 那么伊甸园就是一个花园 不是 因为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里面有两个用词 这样的用语 如果你看摩西五经 比方说明书记第三章也好 明书记第八章也好 明书记第十八章也好 包括后面的经文 历代至上 历代至上 二十三章三十二节 到先知书 以西节书 四十四章十四节 这些的经文 谈到这个修理看守的时候 都是跟立位人 都是跟祭司 他们来守住会幕 他们来处理会幕的工作 他们来去保护会幕 或者圣殿里面的器具 有关系的工作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就知道亚当 他的那个职份 不单是一个农夫 他是一个Priest King 他是一个祭司君王 这个义段的本身 也是上帝与人同住的 这样一个殿 上帝的国 因为在这个创世纪 第三章八节那里提到 上帝在园中行走 所以我们知道 从一元初的时候 上帝与亚当 他是同住 上帝用人能看见的形象 与亚当和夏娃建立关系 神与人同在 神与人同在 他其实就是一个圣殿的观念 他是一个国度的观念 所以亚当跟夏娃结婚的时候 透过这种合法的方式 管道来繁衍 敬前的后代 他们都是一代一代 他们都是祭司君王 而且上帝的话要传承 他们也是有先知的职份 先知的职份 这个祭司的职份 这个君王的职份 这样传承下去 治理这个世界 从异典开始 开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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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到全世界 来荣耀上帝 因此当你看启示录 这个第21章的时候 你就可以明白到之后 这个新天新地里面 21章22节 那里提到就是 那个新耶路撒冷城的本身 就是上帝的至圣所 那里提到上帝和阳高 就是城的圣所 没有其他的圣所 所以我们将来 在新天新地里面 这个新天新地 它是上帝国度的终极成全 它也是上帝的至圣所 神与人同在 这样的一个观念 就完全成全了 终极成全 你看到上帝的工作都伟大 所以你不要小看 一个小小的异典 最后第五 婚姻为什么是神圣呢 因为是彼此委托终生的利约 我们在婚约之前 已经谈过了 在上帝面前的利约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创世纪二章24节 这个与妻子联合 这个联合本身 就是一个守约的用语 因为在生命纪 第十章第二十节 那里提到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侍奉他 依靠他 奉他的名启示 那个依靠他 我们中文的依靠他 就是在创世纪二章24节 与妻子联合的这个用语 所以是一个守约的用语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不可能是保罗讲的 第三 刚才我们所提的 我说男不敬女道好 不是保罗讲的第三个原因 因为与基督尊重婚姻的观点不一致 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三到六节 在那里耶稣来去回应 这些法利塞人有关于修妻的问题 耶稣他就引用了创世纪第二章的二十二节 重新来印证婚姻的神圣性 然后耶稣再加一句 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而且你不要忘记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 耶稣基督 他也出席加拿的婚礼 他赐福婚姻的关系 所以这个与基督 他尊重婚姻的观点不一致 第四 与圣经记载对婚姻尊重的经文不一致 比方说 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误会 因为苟和行姻的人 神必要审判 第五 与保罗书信对婚姻的观点不一致 我们刚才读完整段的圣经 虽然好像我们看来 保罗基本上不鼓励结婚 保罗基本上是倾向 就是守独生 但是无论怎么样 我们也可以看到 保罗并没有禁止人结婚 保罗也没有说 很清楚说不鼓励人结婚 其实保罗的重点是 守住应当守的这个身份 这个怎么叫做守住 自己应当守的身份 我们以后再做一些清楚的交代 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 基本上我们没有看到 保罗他是禁止人不结婚 因为保罗也说 比方说七章的二十八节 你如果娶妻子并不是犯罪 这个七章的三十六节 如果有人认为是亏待了自己的女朋友 他也过了结婚的年龄 而他觉得应当结婚 他就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 这不是犯罪 他们应该结婚 这个是七章三十六节 保罗也提到提摩太前书四章三节 那里提到什么呢 就是当时的教育里面有一种的异端 他们是禁止嫁娶 保罗甚至说这些禁止嫁娶的异端 他们所传讲这样的教训 是邪灵和鬼魔的教训 所以保罗说这样的话 还有在这个以福所书第五章十八节 二十一节二十二到三十三节呢 我要你特别注意 请你翻到这个以福所书第五章 那今天我们基本上还没有真正进入七章 一到第七节整段的圣经 但是我们先提 在这里提到的 就是我说男不敬女道好 我们已经说了 这不是保罗讲的 大概我们提出的是有六个原因 我们提现在第五个 那这个第五个就是 与保罗出信对婚姻的观点不一致 特别我们现在看这个以福所书 以福所书第五章十八节 我们知道这个五章十八节 保罗在这里说 这里说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然后在这句话之后 我在这里稍微告诉你 在这句话之后 有五个叫着 这个叫什么呢 行动性的形容词 这个行动性的形容词 来描写被圣灵充满 那这个被圣灵充满下来 十八节在下来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 从十九节开始 到二十一节 那被圣灵充满 它下来有五个 这种叫做行动性的形容词 这个文法里面叫做分词 第一个就是十九节的上半段的说 当用诗章送词 灵歌彼此对说的那个说 这是第一个行动性的形容词 所以你用诗章送词 灵歌彼此对说 这是圣灵充满的表现 然后再下来 口唱信和的赞美主 这个唱 在十九节的下半段 这个十九节的下半段 唱这个本身 它是一个分词 赞美主 那个赞美是另外一个分词 然后二十节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这个感谢是一个分词 行动性的形容词 它是形容什么 形容被圣灵充满之后的表现 所以说唱赞美感谢 下来二十一节 请你注意 二十一节说 又当纯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那个顺服是第五个分词 这个五个分词之后 我告诉你 顺服这个就是好像 你知道那个门 门的那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Hinge叫什么 叶片 这个叶片就是二十一节 那个顺服 顺服是描述下面 好几种关系 三重关系 第一重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 第二重关系是这个儿女和父母亲的关系 第三重关系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 所以现在我的重点是 保罗在这里提的这个五个分词 最后一个顺服 下来它是描述 三重人伦关系的里面 其中它仿在前面的 从这个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三节 这一段是谈这个妻子跟丈夫的关系 如果你按照他这样子的表现 夫妻关系的话 他是被圣灵充满的表现 所以今天你看灵恩派讲 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说什么说方言 不一定 但是明显地在以福所书 第五章这里谈到 被圣灵充满其中一个表现 按圣经的教训来处理夫妻关系 这也是被圣灵充满的表现 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 就让你看到这个婚姻的神圣性 而且你看到保罗在这里 谈到这个婚姻的观点 是谈到婚姻 它是一种被圣灵充满的表现之一 所以怎么可能他会说 这个男不敬女道好呢 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好 最后第六 我们不接受这句话 是保罗讲的第六个原因 就是与法利塞人 基本上尊重婚姻不一致 保罗是不是法利塞人 保罗不单是一个法利塞人 甚至我们可以说 保罗是在所有法利塞人 在他那个年代里面 他是其中一个佼佼者 也就是他是成为法利塞人的典范 我们看一处的经文 腓立比书三章五到六节 你看腓立比书三章五到六节 我盼望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是这样严谨 来看这句话 所以我们不是很简单地带过 可能你们之前都没有听过这样 但是今天我让你了解 不接受这句话是保罗讲的 基本上都有这六个原因 等一下我们再重复 所以第六这里就是谈到 与法利塞人基本上尊重婚姻不一致 腓立比书第三章五到六节 请大家来念第三章的第五节 和三章的第六节 预备 一二念 我第八天受割礼 我是以色列族 辩雅敏支派的人 是西伯来人所生的西伯来人 就律法说 我是法利塞人 就热心说 我是逼迫教会的 就律法上的意思说 我是无可止在的 你特别注意 就律法上的意思说 我是无可止在的 保罗完全认为 如果你说按照他们 法利塞人所定下的规条 包括就位圣经 他们认为 他认为他本身 他是无可止在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会认为保罗会违背 上帝在原初所设定的 就是人要结婚 圣养众多变满地面 保罗难道没有这个概念说 他应当结婚 生孩子 使到上帝的这个族群 能够变满地面吗 作为一个正统的法利塞人 这个概念他一定有 因此许多的学者 他们也说 虽然圣经里面 没有清楚记载 保罗结婚 没有 没有找到这样的经文 但是从保罗 他是一个严谨的 正统的法利塞人 并且他是法利塞人的典范 这样来看的话 基本上他们相信 保罗最起码 结过婚 那你问保罗的太太是谁 不知道 保罗的太太 很可能已经去世 等到保罗他出来服事的时候 保罗应该是单身 他是一个 这个叫什么 他是一个贯夫 他是一个太太去世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在重复 也就是我们不接受 就是这句话 难不尽力道好 是保罗所说的 是基于很多不同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就是 如果说这句话是保罗讲的 他就违背上帝创造的预令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如果这句话是保罗所讲的 他是违背 圣经基于婚姻神圣性的地位 这是第二个原因 因为婚姻是如此神圣 包括保罗也是这样子相信的 那么第三 第三就是 如果这是保罗所讲的 他就是与基督尊重婚姻的观点不一致 第四 这句话如果是保罗讲的 他与圣经记载 对婚姻尊重的经文不一致 我们刚才提了西伯来书13章第4节 第五 如果这句话是保罗讲的 就与保罗书信 对婚姻的观点不一致 我们提到不同的经文 我们也提到以夫所书第五章里面 谈到被圣灵充满的这种表现 所以基本上我们不相信 这句话是保罗讲的 保罗是尊重婚姻 至于保罗是不是到之后 从这个第七章里面 他是比较倾向鼓励独生 而不是结婚 我们在下一堂的时候 我们再做进一步的交代 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